好這邊今天我們中國國民黨特別召開記者會 因為在指揮中心已經在昨天開始 突然宣布政策居隔變成三加四 三天隔離四天自主管理 這兩天各位都非常清楚 這兩天已經從五千多到昨天到六千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確診病例 所以民眾非常憂心 那我們的專家也特別提出很多意見非常憂慮 那居隔三加四問題一箩筐 連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包含村里長都覺得完全沒有配套 造成他們很大的憂心 所以今天我們有家長心情如焚 產業憂心忡忡 這樣子的記者會 那首先來介紹就是 我們台灣預防醫學學會理事長 也是我們立法委員 前立法委員陳怡民 第二位是我們副秘書長 我們的李彥秀 然後第三位呢 是我們醫療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蔡民舟 那今天主持人呢 是我們副秘書長王毅民 那首先請我們王毅民副秘書長 跟大家說明 好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指揮中心宣布三加四的 這個最新的隔離政策之後呢 整個社會變成是一團混亂喔 就是問題也是一螺框喔 那國民黨我們整理出來喔 有幾個問題喔 讓大家看一下喔 就是居家隔離三加四的這樣的一個政策呢 產生的這些問題 包括第一個 它還是沒有解決行政人力缺少的問題喔 然後居隔者三天其滿 他一樣可能會收不到通知書 然後呢 他其實就開始自主管理了 就可以往外跑了 這個人力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另外一個其實是欠周嚴喔 就是你會看到學生在自主防疫期間 不能到校上課 但是呢 家長可以外出上班 這個充滿了矛盾了 另外一個是很多的這個感染科專家指出來的 你這樣的一個政策是不是太照鏡了 也衝太快了 所以這個風險其實是會蠻高的喔 你一下子這樣子的一個放鬆 恐怕導致這個重症死亡人數的大增喔 那有一些專家在會議裡面開會開到都 這個頭腦都已經沒有辦法了 就是被整個指揮中心這樣子引導 然後呢 他們不肯去改變他這樣一個政策 就是這個很多專家也指出他們的憂慮 另外一個自主防疫的過程當中呢 這個大家就是真的是要自主管理喔 然後他的自主呢就是你如果 你四天的篩檢你是陰性的話 你通通也不用上傳 只有陽性才需要上傳喔 那這當中大家就想說 那真的是每一個要發揮高度的這個良心喔 自我監測 要不然這個當中可能會變成是防疫上面很大的破口 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快篩試劑很缺 那這個問題從個人到縣市政府通通都出現快篩試劑很缺的問題 昨天我們防疫監督平台的記者會已經指出了快篩試劑 所以現在一般民眾要跑好多家的藥局才買得到 甚至有的人其實到現在還是買不到 那不只是個人買不到 現在縣市政府因應新的三加四的隔離政策 他的快篩試劑由原來的三劑 現在變成是一個人要五劑 那所以這個的快篩試劑沒有辦法準時的送達到這一些居隔人的手中的時候 那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今天國民黨持續召開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就是要點出這些問題 也要求指揮中心應該要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解放 而不是放任這樣的一個亂象持續的存在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請預防醫學會的理事長 陳一鳴理事長先跟大家做說明 好 好 大家早 那我想其實這個疫情指揮中心宣布三加四呢 其實是比較沒有學理的依據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這個COVID-19的病毒感染 三天不可能就過去 如果陳時中講說平均到達高峰是2.9天 用這個來定的話 那到高峰之後下來還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會讓大家有很多的疑慮 所以我們覺得說 而且他講說是希望用特殊這個東西 要趕快的壓平那個曲線 不是往上走 因為希望怎樣 能夠顧及到這個醫療量能的問題 那如果顧及醫療量能的話 就更不應該用三加四 大家可以想見說 如果說你就是確診者 他只有居家隔離三天 或者我們說居家照顧三天 然後就可以出去的話 後面可能他都還有病毒 大家知道說後面你如果是用快篩 快篩他能夠篩檢陽性的話 大概CT值是20到25之間 好的快篩試劑 他可以到CT值到25 有些差一點的可能是CT值要20 就病毒量要很高 快篩試劑才會陽性反應 但是快篩陰性 是不是代表就沒傳染力呢 大家知道說從CT值25 到我們真正的確診 我們用36 還有2的11次方 這中間相差了2000倍 所以今天其實用3加4 是可能會造成我們的疫情 會更陡升上去 但是這種狀況下 醫療量能可能是真的會崩潰 所以在這邊我想很清楚的一個概念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 我覺得疫情指揮中心 又重到了2003年抗SARS時候的覆轍 什麼問題呢 就是確診者 我們才需要做隔離 叫isolation 居家隔離 但是密切接觸者 我們應該用什麼 檢疫就是quarantine 檢疫的概念就是 你只是有密切接觸 你可能會發病 但是需要檢疫 但是不是隔離 但是這個名詞一直搞錯的結果呢 所以所有的政策都一樣 3加4 一蓋頭 一網打盡 在這邊其實我們覺得 應該要居家隔離 3加3就可以了 甚至 你可以開放 讓地區的這個 就是 縣市政府 因為他人力的調配那些 可以因地制宜的 以篩代減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的 不是以篩代隔 應該是以篩代減 其實也就是侯友宜在講 柯文哲在講的 應該都是以篩代減 不是以篩代隔 大家可以想見嗎 如果今天已經是一個感染者 你怎麼可以以篩代隔 然後就讓他在外面爬爬罩呢 當然不行 因為他身體有很高的病毒量 有些人的病毒量CT值到20 你知道他是上10萬上百萬的病毒量 然後你一塞 然後陰性了之後 馬上就可以出去外面 其實這個事實上會造成天下大亂 也會造成家庭式的恐慌 所以我覺得在今天 我們面臨這樣子的COVID-19的疫情 Omicron來襲的情況下 民眾當然是有知的權利 但是在整個的防疫的作為上面 應該要以正視聽 也就是已經是確診者的5加5 密切接觸者3加3 或者是由地方政府 他們可以因地置疑的以篩代檢 那這樣子的話呢 篩檢試劑也可以省著用 因為其實需要的解除隔離的 之前再篩一次 然後之後連續5天篩 或者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試劑 快篩試劑的使用上面 是5支應該是可以的 那當然如果要更減下來 也不是不能做得到 這個其實我昨天也有提到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民眾不要以為說 快篩一次陰性了就沒事 如果你是密切接觸者 你可能隔兩天要再篩一次 如果你已經有症狀的話 最好是12到24小時也是要再篩 因為畢竟快篩試劑 它的靈敏度不像RTPCR有那樣的靈敏 所以在這部分呢 其實我們針對現在的防疫的措施 應該是要有所的了解 那民眾呢 才能夠有所因應 那另外一個是關於Paxlovid 這個治療藥物的問題 大家看到現在其實 國內Paxlovid說 所以說輝瑞的這個藥呢 已經18萬劑會進來 可是在使用上面呢 我們建議政府應該要更普及的來使用 因為Paxlovid其實是對輕症的 早期的有症狀的頭三天是非常重要 輕症跟中症的 重症已經住院的其實都不再用Paxlovid 因為那已經到了疫情 就是它的整個感染的後面 後面的其實用它其實是 就效果不好 所以我真的建議疫情指揮中心 每天開這個開會的時候 能夠告訴大家 你現在已經用了多少劑的Paxlovid 多少人的身上 輕症的應該就要給 因為這才是減少傷亡 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以上謝謝 好我們謝謝陳一銘理事長 那因為他待會學校還有課 待會可能要先離開 我們謝謝他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邀請的是 國民黨的副秘書長李彥秀 我們請彥秀 剛才提議學教授 其實苦口婆心的 也建議指揮中心 對於三加四的隔離政策 也做了一些提醒 但是台灣現在目前真實的狀況是什麼 當國外在提三加四的隔離政策的時候 背後事實上是有足夠的工具支撐這三加四 因為在國外在歐美他們不缺疫苗 不缺快篩 不缺藥物 就是剛才陳一銘教授講的Paxlovid 但是我們現在缺的是這三寶 蔡英文昨天說 當病毒離我們越近的時候 我們越要冷靜 請問 蔡英文總統 請問蘇貞昌院長 請問我們的指揮官 國人如何冷靜 當你提到三加四的時候 那國外反台的旅客 不僅在國外登機前要做一次PCR 落地之後再做一次PCR 都還要十加七 我們現在三加四的這個政策 跟十加七國外隔離進來 這是什麼樣的邏輯 這個神邏輯 讓外界摸不到籌緒 才會有陳一銘剛才提醒的 是不是要三加三 是不是要五加五等等 我覺得這都是苦口婆心 再一次的提醒指揮中心 要不要審慎思考 特別是國人現在面對於 每天五千六千 甚至接下來每天破萬標高的數字 變成日常的時候 國人心裡的感受是如何 包括我今天要再次的提醒指揮中心 因為最近我們所有明代的辦公室 都接到許多家長來電話 就是接下來一個禮拜之內 回覆要不要打莫德納疫苗 家長想問的是 當陳時中在前幾天說的五月份 有機會可以打到這個輝瑞疫苗的時候 BNT的時候 到底這是陳時中的政治承諾 還是你接下來是安撫這個家長的一個借口而已 我覺得這是要說清楚講明白 當家長在勾選這一張表的時候 好像是我們政府告訴你 有 我有提供你疫苗 不願意打是你的事情 但是我後面副作用 我也都跟你們講清楚了 如果你是那千分之幾不幸的case的話 那抱歉我都有告知你 但是家長要問的是 那政府到底有沒有給我們選擇的機會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透過這個記者會 要再一次的請問陳時中 當你說五月份有機會拿到BNT疫苗 給我們五到十一歲的孩子 這到底是你的政治承諾 還是安撫家長的藉口 當我勾選說我不要BNT疫苗的時候 我到底等不等得到 我不要莫德納疫苗的時候 我到底等不等得到BNT疫苗 家長想問的是這個問題 指揮中心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打或不打 對家長來說 都是一個困難的決定 因為他們擔心的是 如果打BNT有過大的副作用 叫家長如何承受那背後的 這個危險性 所以我要再一次的請問陳時中 請問蔡英文總統 要國人冷靜 背後必須要有足夠的工具 請問這背後足夠的工具 這三寶 疫苗 快篩 瑞德西偉藥物 請問到底夠了嗎 剛才陳一鳴說有18萬 台灣接下來輕症中症 何止18萬 18萬是絕對不夠的 而且現在在申請的過程中大有問題 是要透過指揮中心同意 三道流程才有機會用到那個藥物 瑞德西偉藥物 但是當你被核准用那個藥物的時候 你的病情走的可能已經不是輕症 可能已經是輕症變成中症 甚至中症變成重症 所以我們今天透過這個記者會 我們還是要很清楚的 請問指揮中心 到底BNT兒童疫苗 什麼時候可以拿得到 到底有沒有機會拿得到 請你說清楚講明白 家長才好去勾選 這個調查表 我到底怎麼勾 可不可以告訴我 好我們謝謝李彥秀覆密 那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的是 醫療委員會的主委蔡明忠醫師 大家好 首先我想替醫療界先講一句話 周小姐的事件 陳秀熙教授講了一句話 那叫無效匡列 黃三三副市長講 這個案子有報備 陳思中部長講 沒有違反醫療法 我要說的是 醫療界的觀感非常不好 什麼原因要讓醫生 穿著兔寶寶裝 到一個場地 特定的場域 為特定的人士 做特定的檢查 這在今天 抗疫的過程當中 醫療量能 已經緊繃的情形之下 我要說 這不是一個好的示範 這傷害了醫療界 齊心抗疫的一個 不好的示範 這一點 醫療界的人心中都明白 但是也要告訴民眾 這個方法不能學習 剛剛陳教授也提了 關於三加四幾加幾 這所有的防疫的過程的措施 李副秘書長也提到了 家長的憂心 我們必須講一句話 要相信民眾 但是要靠的是醫療專業 以及要靠政府 來這張圖表 各位看到什麼 大家很熟識喔 我只看到重點是在 你們的右下角那四個人 五十五十二十二十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 青壯年的情況 已經不是說能夠逃避了 這個也不再是一個老年人 唯一有的一個情況 在中重度 以及死亡可能未來會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關心的是台灣怎麼辦 我們最不希望的是 香港的那條曲線 但是各位了解 我們今天任何的防疫措施要走的 都是希望減少我們的中重症的程度 以及死亡率的降低 這是唯二的唯一的選擇 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 但是該怎麼走 該怎麼準備 民眾要相信政府什麼 今天我們不是玩一個死亡遊戲 或生存遊戲 把人丟進去以後 看看誰能走得出來 這個才是對的 這個是不行的 民眾要自主健康管理 戴口罩打疫苗 這些民眾都清楚 但是民眾心中要的是什麼 當我不幸變成中重症之後 當我不幸是輕症的時候 我有沒有藥物 中重症以後 醫療能不能幫助我度過危機 這個才是重點 全球的死亡率 從0.1到0.76香港 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紐西蘭一直是我們的目標 我也相信我們能達到這個目標 但是 但是 這裡面請大家協助守護醫療量能 這個點比什麼都重要 政府一再呼籲的 不要把醫院當作治療中重症的地方 不要輕症的一些幾道醫院去 這個東西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當今天 柯市長談到 可能不惜 要軟封城 侯市長 對於居家的檢疫 可能要有一個改變的措施來面對 因為 這裡面我們強調的很大的重點是在哪裡 疫苗 還是要跟所有的民眾呼籲 疫苗的施打 真正的來講 對大家才是真正的幫忙 我今天在基層 我看到了非常多的第一針 第一針沒打 第二針沒打的人 這幾天真的跑出來了 因為台灣人民真的是愛惜自己的生命 當第三針的人也來打的時候 我們知道未來台灣的希望是可以看得到的 不過要小心的是剛剛 李富蜜講的 兒童這一個區塊 真的要懇請政府 讓民眾有所選擇 而不是單一注射 這一個點也呼籲家長 在仔細思考過後 您的選擇是什麼 是一個已經有數百萬人接種經驗的一個疫苗 還是一個雖然通過EUA核准 但是在臨床上比較沒有一個實際經驗的一個 疫苗 這一個點民眾要思考 我們也相信政府 通過EUA是一定有它的原因 但是醫療上看的是大數據的臨床 實際證據這才是重點 當疫苗打了 快篩的問題今天困擾大家 我先跟大家提一下 過去在疫情沒有爆發之前 我診所做的快篩 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還真的篩不出陽性 那最近疫情爆發到眼前為止 我們篩出來的陽性個案 在比例上來講 已經將近十分之一 這個代表什麼 快篩真的是能夠讓政府讓民眾很快知道自己狀況的一個點 當篩出陽性之後 我們讓他自己在家裡隔離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舉一個醫院的經驗 再次跟大家報告一下 某一個縣市的一個部立醫院 當他發生院內感染的時候 他們怎麼做 那個局長的處置就是讓整個醫院的人做一次快篩 快篩完了陰性的全部回到工作崗位上去工作 陽性的你回到家裡 這樣子做法是代表什麼 醫院不能倒啊 你開玩笑醫院如果大家都隔離起來 那這個醫院怎麼去運作 這也就是柯文哲市長有提到一個點 第幾類第幾類的人 他是希望用快篩來結果 來判定他到底要不要採取自主管理的一個方向 當警察感染越來越多 當醫院醫療機構感染越來越多的傾向 你能去匡列你能去隔離嗎 真的隔離下來以後 這個醫院這個診所怎麼運作 整個醫療讓人怎麼回復 所以當疫苗打了快篩試劑真的能夠去幫忙的情形之下 未來走到最後的時候應該要怎麼辦 這個圖表我們一定要請大家注意的是 下面的抗病毒藥物跟單株抗體 甚至於在恢復期的雪漿 這一點一定要告訴政府 趕快準備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其實在去年當國外大流行的時候 大家已經在使用的這些東西 台灣你不可能沒有受到感染 今天的感染的情況是早已經可以預期的事情 而這早可以預期的事情 為什麼沒有去做準備 坦白講準備了沒有用到浪費了 我覺得情有可原 但是我要用沒有可以用的東西 準備不足 這是不可原諒的 所以到下面的抗病毒藥物 以及單株抗體以及恢復期的血清 這三種東西在各種不同的階段 都有它的使用的機制 我們希望政府趕快出來 快篩陽性之後 三到五天的藥物 趕快給予輝瑞的藥物 之後真正進入到醫院之後 瑞德西偉也好 看出抗體也好 各種的治療方法都是未來的依據 我們心情很沉動的要告訴大家 未來這種陽性個案在增多的同時 其實大家不必驚慌 每一個民眾還是做好自己的管理 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 勤洗手 這手不二法門 有空覺得有症狀就快篩 快篩做了陽性自主在家管理 等到你是陰性之後再出來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至少個人的一個SOP的流程 你謹守的這一些 當你的病情有變化的時候 要的是醫院 要的是政府幫你解決後面的治療 這個就是一個大的原則 我們非常非常謝謝所有的醫療團隊 我也是醫療人 我在這邊深深的感受到 從去年開始我們幫忙接種疫苗 幫忙做這種疫調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醫療界真的辛苦了 也希望民眾在照顧自己的同時 多給醫療界一些掌聲 多給醫療界一些關愛的眼神 我們真的一起努力 大家共同來度過這個危險的時期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醫療委員會的主委 蔡林中醫師 我想在防疫期間 我們都非常感謝這個醫療人員 站在第一線 然後很穩定的來服務大家 讓大家可以安心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指揮中心 你絕對不能亂了套 最近我們看到的是指揮中心自己先亂了套 包括他在推出這個居家隔離3加4 根本就是衝促上路 那更離譜的是 可能還是行政院院長蘇貞昌 先下了指令我就是要3加4 所以他後面怎麼樣去跟縣市政府開會 怎麼樣找專家來開會 就是一定要3加4 這是一個周延的完整的政策的討論嗎 那如果不是我們就會看到 你這樣子一推出來急救章之後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你的這個3加4 問題還是一箱框 就是縣市的這個問題 你沒有幫忙解決 然後可能因為3加4衝太快 會不會造成這個感染人數 其實是更快速上升 那這個同時也應該要一個更周延的考量 另外一個是快篩試劑大缺貨的問題 政府沒有能力解決 剛剛蔡醫師說希望民眾可以多快篩 民眾也很想多快篩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兩天的亂象是什麼 因為民眾買不到快篩試劑 所以都跑到社區的篩檢站 或者是醫院的急診的地方 然後用PCR去排隊 然後要來做快篩 想要確認自己的健康狀況 那這樣的一個亂象 都是因為政府無能所造成的 所以國民黨我們會繼續扮演一個在野監督的角色 我們防疫監督平台 會繼續的監督各項的防疫的政策 也會提供這些建議給指揮中心參考 另外一個我要講的是 現在台灣疫情呈現一個上升的曲線 今天媒體還傳出來說 陳時中五月要出席WHA周邊的會議 我們要在這邊真的要拜託陳時中部長指揮官 現在國內疫情這麼的紛亂 疫情會持續往上走 如果媒體傳出來這個報導是真的 那我覺得是很離譜 請你作為一個指揮官 你該有的主要的角色 應該要做好了 你才有心思去想別的事情 那樣子的一個會議 其他人代勞都可以 但是國內現在的疫情 進入一個最關鍵的階段 還有這麼的問題 都還沒有處理的情況底下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他會丟下這樣的工作 然後跑到國外 甚至還要去訪問歐洲其他的國家 這樣子真的是有失他的指揮官的職責 這個我們也要特別點出來 那以上是今天的記者會 不曉得媒體朋友有沒有其他問題 要提問的 如果沒有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